喔 那個很厲害喔 現在長者都很專業 剛剛還自己帶的計時器看有沒有超過五分鐘 這樣子 我用過米諾塔欸 欸 看得出來喔 OK 好 可以嗎 聽得到嗎 那我今天要講一個程式語言誕生 那事情是從Twitter Bootstrip發生的 那他的issue 3057號 那這個issue的頁面長得這樣 那回報的人就說他某一個檔案某一行 他應該要後面需要一個分號 然後因為不加這個分號的話 JSmin這個minimize的工具會回報錯誤 那分號長得是這樣 那寫那一行code的人啊 就是他網路代號叫FAT 那他曾經寫過他不寫教法書籍 他寫的東西是給瀏覽器跑的 那就是他的東西可能是不 就是會有問題 那他就出來回 那他就說這個東西是JSmin的bug 所以你應該去跟道格拉斯Cloud4講 然後說喔還有說謝謝你 然後道格拉斯就冒出來 他就說這個是超愚蠢的code 然後他說喔我才不會為了這個case去讓JSmin降級 就變更難看 然後你應該把它修好 然後去學習怎麼使用那個分號 然後FAT又出來講欸 我已經學過啊 所以那邊沒有分號 然後結果就是在這幾個留言之後 就會發現他已經有272command 就是非常可怕 然後在網路上就開始有一些大大 開始為了這個分號寫一篇 一些長篇大論 這樣這幾個都很有名的博物格 然後有一些藝術創作 然後大家可能都知道道格拉斯Cloud4就是 本來是YUI的Lead 然後他後來離開Yahoo 然後去Ebay 那在他離開YUI那天 YUI的人送了他這個給他 那道格拉斯在這個領域到底有多大呢 就是這個HDMI DeepConf 他有一個talker講 他去Ebay要做什麼事 我就是 我如果講我接下來換工作要做什麼事 應該沒有人會理我吧 然後他最後還勉勵大家不要忘記semiculant 然後有一個JS library叫vapr.js 這號稱是那個 最小最快的JR3 library 那他程式碼就是這樣 然後他有一個升級版為了這個事件 他寫一個semiculant.js 那他程式碼變成這樣 然後我看到這個library 因為我一直在寫Coffee 我最近都在寫Coffee Street 然後我看到這個 這麼棒的library 我就把它改成Coffee Street 所以他就有一個專案 那他程式碼就變成這樣 然後我知道我再也選出 比這個更好的code來 那終於到正題 有人寫了一個新的程式語言 就叫semiculant 那就是他的example 那就是只要有新語言就是hello我嘛 所以我就執行起來就是這樣 那就是他只要把那個文字檔 就是你的semiculant 學好之後丟到文字檔 然後用他來執行 就是就可以選擇 就可以理論上可以做 所有你想做的事情 只要你寫得出來以後 好 那我們talking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